第六章 父母和兒女的本份 你們作兒女的 要在主女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大應許的戒命 你們作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境界 養育他們 主人和僕人的本份 你們作僕人的 要懼怕戰經 用誠實的心 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將是土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 從心裏遵行上帝的旨意 甘心是奉 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因為曉得 各人所行的善事 不論是為奴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賞賜 你們作主人的代博人 也是一理 不要威嚇他們 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並不偏代人 須寸大上帝 所賜的全副軍裝 我還有沒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 抵擋囚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暫立得住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大指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借空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此外 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上帝的道 當隨時警醒討告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見 為眾聖徒祈求 也為我祈求 使我得著口才 能以放膽 開口講明福音的傲備 我為這福音的傲備 作了大所念的使者 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 放膽講論 今有所親愛忠心侍奉主的兄弟 推機鼓 祂要把我的事情 並我的境況如何 全告訴你們 叫你們知道 我特意打發祂到你們那裡去 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 又叫祂安慰你們的心 願平安、人愛、信心 從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 歸與弟兄們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